薪水涨幅创22年新高受通膨影响上半年实值薪资负成长 行政院主计总署10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6个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比去年同期增加3.02% 增幅创22年新高但通膨持续抵消薪资成长 导致实值经常性薪资新台币41452元年减0.11% 是6年来首见副成长 展望后续发展 主计总署指出 随着疫情持续趋缓 7月进入暑假 国内旅行也推出补助方案 渴望推升内需消费动能 预期产业状况有机会逐渐改善 共军吐吓台湾之际国民党出团访中蔡英文 向国际传递错误讯息 共军针对台湾举行的演讯常态化 国民党却派团访问中国 引发许多批评 同党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此行值得商榷 绿团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在机场说 此行是要关怀在对岸的台湾民众 这是硬做的事 不应一时的演习就却步 也不会考虑到选情的问题 至于是否会与中国官员见面 她说客随主便 对此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 国民党在此时执意前往中国 令人民失望 更是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讯息 她说国民党声称要挑起两岸和平的重担 但她要正告国民党 真正挑起重担的是不眠不休的国君 中国对台白皮书在提一国两制陆委会 请认清两岸现实 北京当局时日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全文共一万三千多字 阐述中共自习近平掌政以来 北京对台的基本方针与有关政策 他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以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行政院陆委会批该文一厢情愿 罔顾事实 并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台湾 兼具一国两制才是台海现状和事实 学者张五月分析说 相较于1993和2000年的类似文件 这份白皮书有关两岸统一后的规划 未再提不派行政人员和军队驻台 一方面是因主客观环境不同 另一方面香港反送中抗争 也影响北京对一国两制的想法 边境在松绑15分之8起 所有来台旅客免搭机前2日PCR阴性证明 本土COVID-19单日个案数 持续为1万至2万多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分析 10日确诊数与上周同期相当 显示国内疫情处于稳定状况 但在下降幅度有限 不排除可能产生变化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亦军则提醒 疫情恐持续清洗 为打COVID-19疫苗的幼童 他呼吁家长尽快带着孩子接种 以提升保护力 另外15日起边境管制在松绑 所有来台旅客取消不需提出 搭机前2日内PCR阴性报告 但若境外筛减阳性者 仍维持自裁减日起7日内暂缓搭机 台风米雷姑11日生成桃园以北嘉义 以南方年度大潮 气象局10日表示 未来一周西半部东北部及 东部山区午后防短暂雷震雨 11日至15日桃园以北嘉义 以南沿海及低洼地区 要留一年度大潮 而日本南方的热带低压 11日有机会成为 今年第8号台风米雷 将持续向北往日本前进 对台湾无直接影响 加市移工调薪至2万级起 实施契约未借其就加薪雇主可货补贴 劳动部拍板加市移工从目前新台币17000元调高至2万元 新引进及期满转换雇主的移工即日起适用 契约未借其移工 雇主若在今年底前主动加薪到2万元 可申请薪资补贴 估计超过6成雇主愿意加薪3000元 移工团体对此认为 加薪仅解决现阶段移工引进问题 但2万元仍低于台湾的基本工资 应思考将加市移工纳入长照资源 哈根达斯使用香草精验出致癌物物品项45万杯 及其停售回收 哈根达斯使用的香草精受污染日前被验出 含潜在致癌物 石药署10日表示 经比对国际警讯 发现台湾共重叠5个品项特定批号约45万杯6万公斤 以要求业者停止贩售并回收 哈根达斯表示 即日起接受消费者退款 在哈根达斯门市购买者 可期待发票到门市退换或 其他通路则需持购买证明拨打客服退款 不为半导体景气趋缓影响台积电7月营收1867亿标高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7月营运表现亮丽 营收达新台币1867.63亿元 再创新高 法人表示 市场对于5奈米及7奈米制程需求强劲 是推升台积电7月营收创高的主要动力 不受当前半导体产业景气趋缓影响 法人并乐观预期 台积电89月营收渴望挑战2000亿元大关 张盈经营全案缠送7年落幕台新金与财政部 达共事撤回诉讼 台新金控自2005年入主张化银行成为大股东 历经17年纠葛7年缠送 台新金和财政部的张盈经营全争议终于落幕 台新金10日宣布与财政部达成解决争端共事 并撤回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诉讼 财政部肯定台新金经营张盈9年的绩效 将鼓励双方所辖金融事业在符合法治原则下进行业务合作 日向岸田大幅改组内阁重视经验兼顾派伐平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日进行内阁改组 新的内阁平均年龄较上次岸田组阁10略高女性格员仅两人 并可看出各派伐入阁人数与派伐在党内实力成正比 让这次改组在重视距经验阁源的情况下 也能兼顾派伐平衡 有意打造全党团结一致态势 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包地岸信夫将卸下防卫大臣职务 担任负责国家安保事务的首相辅佐官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